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Garry 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來到的美河樓 是很有歷史價值的嗎 當然知道 不單有歷史價值 而且美河樓是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見證 你也挺厲害的 基本功 而且我知道美河樓是香港唯有一座H型 而且是六層的洗字大廈 而且它還獲評為二級的歷史建築物 為何走了 等我吧 1953年石建尾遼屋區大火燒毀了大部份的房屋 香港政府為了安置災民 就建造了美河樓 現在美河樓是由香港青年女社協會去營運的 剛剛見到美河樓的公關主任阿Mo 不如看看她對美河樓有什麼看法 主要女社分了三部份 包括房間、美河樓生活館、呼吸冰室和士多 她的理念是很想一個女社和一些酒店和賓館都不同 因為其實女社會提供一個平台和一些活動 令到一些旅客可以和一些本地的居民 甚至其他的旅客做一些交流 除了可以接待旅客之外 也有一個教育的作用 所以你看到為何會有一個生活館 以及也會有一個冰室 或者是一個士多 其實想多一些本地的旅客 或者一些本港的市民 或者像你們年輕人 來到旅社可以多知道 以前的香港的社會和生活是怎樣的 咦?我和波波到了 不知道Daric和曹雲去了哪裡呢? 據說上五樓一定會走樓梯 沿途還有一些 這麼有香港特色的壁畫欣賞 這些壁畫是美學樓 特意邀請一群 修讀在視覺藝術系的中學生設計 和繪畫的 沒錯 走樓梯當然既方便又快置 我們這裡還可以看到 香港最有特色的代表人物 李小龍和他這句金句 我讀得舒小,不要騙我 開車 明天曹雲等了很久 快點 不要說那麼多,先按鐘 你們這麼晚 尤其先說 快點 這裡的家磚很有特色 對,這些家磚是六七十年代 很流行的綠白色地磚 進去再說 好搞笑,有些肥公仔玩 很脆致 當然,這些是以前的人玩的玩具 以前的人哪有這麼幸福 還有一大遊戲機 真的很有特色 這間主題套房的擺設 都是依照以前的民居來建造 除了這間這麼富有懷舊特色的主題套房之外 還有其他種類的房子給大家選擇 下集會帶大家來到冰室 我們會訪問店長Gary 之後也會帶大家來到充滿懷舊特色的史多 最後,我們會來到美學樓生活館 裡面有很多見證著不同年代歷史的展品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